江苏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区 未来有福了 其中有你的家乡吗? 江宁区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南部 是南京主城八区之一 国家重要的科教中心和创新基地 国家东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交通物流枢纽和空港枢纽 江宁从东西南三面环抱南京主城 航空、航运、铁路、公路交通体系汇聚 是南京对外沟通的重要枢纽 截至2020年 江宁区下辖10个街道 129个社区 72个村 总面积1561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192.61万 2021年江宁区 地区生产总值2810.47亿元 同比增长7.5% 新吴区 江苏省吴溪市市辖区 与吴溪高新区实行 区政合一管理体制 位于吴溪市东南部 东、南毗邻苏州 总面积220平方千米 截至2021年10月 下辖6个街道、4个园区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新吴区常住人口为72.02万人 新吴区成立于2015年11月 其原为吴溪新区 是吴文化发源地之一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2018年11月 新吴区 入选2018年工业百强区 2021年 新吴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2271.06亿元 增速吴溪市第一 增速位列苏南6个开发区第一 归上工业总产值 突破5500亿元 增加值全市第一 吴江区 隶属江苏省苏州市 位于江苏省东南部 东临上海 西滨太湖 南接浙江 北一苏州主城区 全区总面积1176平方千米 截至2019年6月 吴江区 下辖4个街道 7个镇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吴江区常住人口为154.5万人 占苏州市的12.12% 吴江地处江南水乡 河湖水系发达 被誉为榆米之乡 丝绸之府 吴江历史文化远远流长 孕育形成了残桑丝绸文化 水乡古镇文化 千年运河文化 纯炉诗词文化 国学文化 河江村复明文化等一批 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 拥有一百四十多位著名历史人物 2020年吴江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002.8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6% 2021年8月 中国城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白皮书 继2021年赛迪百强区发布 吴江区排名第十 其中有你所在的地区吗? 对于这三个地区 你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